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评定天下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出口需求下降的挑战 以及莫多克的IREA集团计划收购RightMove的最新动态 中国的制造企业正在感受到圣诞商品需求减少的影响 最新的调查 数据显示出口订单首次出现下滑 这无意味未来的经济增长蒙上了一层阴影 同时 IREA集团的收购意图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虽然他希望透过这一举措提升房地产交易的整体体验 但股市的反应却不如预期显示出投资者的担忧与不安 在另一个焦点方面 中国电动车初创公司Rox Motor则在国内激烈的价格战中 通过与海外市场的分销商合作试图打开国际市场的缺口 而面对银行流动性枯竭的困境 中国的富豪们也开始利用股票向私人贷款机构借款 这一策略是否能够缓解他们的流动性压力 值得我们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这个充满变化和不确定性的时代 中国制造业和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动态成为焦点 在这片广阔的经济图景中 既有苦苦挣扎的中国工厂 也有积极寻求新机遇的企业 且让我们一同深入探讨这些故事 中国制造业的困境与希望 中国制造业近日遭遇了出口需求下降的打击 随着圣诞商品运输期的临近 全球需求的减弱成为一大挑战 最新的Kixin调查显示 上个月的出口订单出现低迷 是今年首次小幅下降 这显示出外部环境的恶化 这项调查追踪了中国的小型和中型企业 并显示 8月份中国制造业的状况有所改善 虽然价格压力有所缓解 一些工厂受益于原材料成本的降低 但出口在8个月来首次下降 特别是消费品需求减弱 这将相应指标 推至自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点 Kixin Inside Group的高级经济学家 王哲博士指出 需求回升 总新订单恢复增长 中间产品需求更强 然而 他也不忘提醒 出口需求的减弱 反映出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这对于依赖出口的企业来说 无疑是个挑战 与此同时 中国国家统计局 在周六发布的官方 PMI也显示出类似的趋势 该指数显示 8月份中国制造业活动 降至6个月来的最低点 工厂门价格下跌 订单不足 这一系列数据 反映出 中国制造业 在面对全球市场波动时的脆弱性 同时也显示出 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中 寻求生存和发展的努力 莫多克的REA集团瞄准 Right Move 与中国制造业的低迷不同 莫多克的REA集团 正积极寻求新机遇 这家由新闻集团 大部分拥有的 澳大利亚房地产上市公司 正考虑收购 英国房地产门户网站 Right Move 这一消息 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REA集团表示 通过收购 Right Move 他看到了 创建 全球和多元化 数字房地产公司的 机会 REA正在考虑 对Right Move 提出现金和股票的收购要约 这家FTSE上市公司的市值 在周五晚上 约为43.4亿英镑 REA今天早上告诉伦敦金融城 REA有着悠久的增长历史 并且在几十年来建立业务方面 展示了良好的记录 创建了全球领先的平台 改变了人们体验房地产的方式 然而 这一消息并未立即得到市场正面反应 REA集团 在澳大利亚股市的股价 今天下跌了5.5% 因为交易员对其收购 Right Move的兴趣 做出了反应 投资者显然对这一只大型收购计划 持谨慎态度 担心这可能会增加公司的财务压力 ROXMOTOR的国际冒险 在国内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 中国电动车初创公司ROXMOTOR 果断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向海外市场进军 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汽车制造商 正通过与中东 非洲和中亚的经销商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加快其全球化步伐 ROXMOTOR由中国企业家 长径于2021年创立 目前正与卡塔尔 科威特 阿塞拜疆 菲律宾和埃及的经销商 签署了协议 将其电动汽车 分销到这些国家 并建立当地的服务系统 公司在声明中提到 ROXMOTOR已经全面展开 其国际旅程 我们一直致力于 发掘未被满足的真实需求 这款车型ROX01 6座版本起价为30万09,900元 约43,623美元 7座版本起价为29万9900元 专为户外活动爱好者设计 这款车型 与北京的理想汽车组装的SUV竞争 后者是特斯拉在中国大陆的 最接近竞争对手 这款混合动力车 于2023年8月推出 配备了一个小型内燃机 在需要时 可以产生额外的电力 来为电池充电 该车型已经供应给阿联酋的 一支警察部队 私人贷款市场的兴起 与此同时 在中国和香港 富豪们面对流动性挑战 越来越多地转向 私人贷款机构 并使用股票作为抵押来借款 由于公共资本市场 尚未完全恢复 传统银行对放贷仍持谨慎态度 房地产市场的困境持续存在 使得股票成为一些超高净值个人 UHNWS产生流动性的最佳抵押选择 美国总部的专业金融公司 Equities First Holdings的 亚洲首席执行官 戈登·克罗斯比·沃尔什表示 超高净值个人感受到的流动性限制 是非常真实的 他指出房地产开发商 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客户之一 他们难以从投资银行 和私人银行筹集资金 在香港的困境开发商 和富裕家庭的推动下 2023年亚太地区的私人信贷 市场增长至至少1240亿美元 Equities First 根据抵押的股票数量 向中国借款人提供贷款 通常是香港上市的股票 固定利率通常为3.5%至4.0% 中国至少占该公司亚太地区 贷款部署的65% 今年前7个月通过45笔交易 总计约3亿美元 私人信贷业务的增长 使其亚太地区贷款组合 在过去4年中增长了近2.8倍 全球经济的多元化挑战 在这些故事的背后 全球经济正经历多元化的挑战 中国制造业面临出口需求下降的压力 但同时也在努力适应和应对 莫多克的IREA集团 则积极寻求国际扩张 试图通过收购 RightMove来实现全球化愿景 而RoxMotor则在国内价格战中 选择向海外市场进军 展现出中国企业 在全球市场上的灵活应变 同时 私人贷款市场的兴起 反映出富豪们 在面对流动性挑战时的 灵活应对策略 股票作为抵押的融资选择 成为解决资金需求的重要途径 尤其在传统银行 放贷谨慎的情况下 这一切都表明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 都在努力适应 和应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 灵活应变 积极寻找新机会 成为成功的关键 无论是面对全球市场的波动 还是寻求国际扩张的机会 这些故事都展示了企业和个人 在逆境中寻找机会 努力前行的精神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讨论 中国工厂出口需求下降的影响 以及莫多克的REA集团 考虑收购Right Move 首先,关于中国工厂出口需求下降 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机会 让中国企业集中精力 在内需市场和技术创新上 这将使中国经济更具韧性 看看古代的宋朝 他们因为海上贸易和科技发展而繁荣 这次中国也能走出一条新路 再说说REA集团收购Right Move 这是个聪明的举动 这可以将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市场整合 创造一个全球数字房地产巨头 就像亚历山大大地一样 扩张领土才能实现更大的梦想吗 楚天书,你这是在给大家讲童话故事吗? 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挑战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知道吗,根据国际贸易中心的数据 中国约40%的GDP来自出口 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转型的问题 而且,宋朝的贸易繁荣 与今天的全球化市场可不一样 现在的竞争更加激烈 至于REA收购Right Move 这看起来像是莫多克老爷子犯的另一起中年危机决策 澳大利亚股价下跌5.5% 这可是投资人对这笔交易的现实反应 这么做不见得能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好处 就像唐吉赫德一样 REA这是在对着风车挥剑呢 谢琪琪,你这话说得好像中国企业无法适应变化似的 你忘了中国电动车企业ROXMOTOR吗 他们在国内竞争激烈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迅速拓展国际市场 这就是中国企业适应力和创新精神的证明 根据Crunchbase的数据 ROXMOTOR已经筹集了14亿美元 这在全球市场上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如果中国制造业能够像ROXMOTOR一样灵活应对 那么出口需求下降根本不会是问题 而关于REA,我们要看长远利益 不要只看股价短期波动 你知道,亚马逊在初期的股价也是起起伏伏 但现在呢? 这可不是唐吉赫德 而是现代的亚历山大大地 楚天说,你还真的是乐观到有点天真 ROXMOTOR的确是一个粒子 但它能代表整个中国制造业吗? 根据CPCA数据 中国电动车销量占全球总量的65% 但只有比亚迪和理想汽车是盈利的 大多数企业还在苦苦挣扎 至于REA,你说的亚马逊是个好例子 但别忘了,亚马逊是靠着不断的技术创新 很拓展新市场成功的 而不是单纯靠着收购其他公司 莫多克这次行动看起来更像是赌一把 这么玩的风险可不小 就像向羽一样,气势很猛 但未必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谢奇奇,ROXMOTOR当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制造业 但它代表了一种趋势 就是中国企业正在逐渐适应和崛起 你看,中国的企业家们就像三国时代的诸葛亮 善于在困境中找到机会 现在的全球市场就是我们的赤壁 再说莫多克的REA 你说的对,亚马逊是靠技术和创新成功的 而REA的这次收购正是为了整合全球房地产数据 提供更先进的数字解决方案 这不就是技术创新吗? 只要方向对了 大风大浪也能变成顺风顺水 这次收购有潜力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般的伟大创举 楚天说,你这比喻真是有点过了 中国制造业现实的困境 不是能简单靠几个成功案例撑住的 就像清朝末年的海军一样 再多的定远舰 也抵挡不住全局的衰落 Rox Motor能成功 但那是特例,不是普遍现象 至于REA 技术创新是需要时间和资源的 可不是简单靠收购就能立马见效的 你说的海上丝绸之路 但别忘了,那是花了几百年才建立起来的 莫多克这次行动看起来更像是急功近利 就像大跃进时期的那些大链钢铁运动 结果是好心办坏事 咱们还是现实点儿吧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华尔街、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